大幣住户拉起白布条抗议诉求是希望回家 为在台北市松山区精华地段的住宅大厦产权不清 已经纠葛缠送45年 大陆目前已经不堪使用 而且被接手的建商拉起封锁线 住户纷纷搬离 这个拆屋还地的官司 没有胜诉之前 他就把我们房子用假执行的方式打烂了 打烂了现在二省官司定验 他已经败诉了 败诉了却没有把我们的房子回复原状 让我们回家 住户组成自救会指控接手建商 为了都根牟利假冒法院公务员 到住户家贴假封条 甚至找人制造假债权 欺瞒法院去查封住户的房屋 建商本人也提告住户拆屋还地 法院判决不准拆屋 建商必须修复破坏的房屋 并且赔偿住户损害 但现在还有三十多户的受灾户求助无门 托个管道向建商反应都没下文 希望对方出面解决问题 让双方都能顺利退场 以下周永找到情形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